大家好,今天中国外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打塔斯车记者提问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 日前在记者会上表示,美拜登总统说 美国仍然计划继续向台湾出口武器 科比称美国希望保障台湾的自卫能力 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毛宁表示,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体现在具体行动 停止武装台湾,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同一天,美国总统拜登也证实 他已经收到了国防部关于中国在阿曼建立海军基地的相关简报 彭博社也说,拜登已经获悉北京正努力深化与中东的军事和外交关系 特别是已经获悉中国计划在阿曼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 美国将格外高度的关注此事 另外在中东方向,阿联酋今天已经确认 从中国将购买12架L-15A教练机 总价值是4.4亿美元 在北非方向,阿尔及亚陆军参谱长香格里哈 他在访华期间参观了装备歼10C战机的空军第72战机旅 阿尔及拉方面不排除未来可能会采购歼10C 所以中国也在加强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影响 今天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白俄罗斯方面正式装备了中国的东风12 白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新型的弹道导弹叫波罗·涅兹M型 这款导弹已经正式入役白俄罗斯导弹部队 为庆祝导弹的入宴 该旅举行了阅兵仪式 白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谱长维克托古列维奇少将 他出席了阅兵式 白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谱长说 我们国家领导层非常重视导弹部队和火炮的发展 并学习交战军队的作战经验 波罗·涅兹M导弹的系统的能力 可以在300公里的距离内精确瞄准8个目标 强调在其某些方面无与伦比的特点 令人印象深刻 他驻该旅人员获得具有增强战斗特性的升级 弹道导弹综合体 在展示过程中展示了弹道导弹综合体的发射器 白俄罗斯实际上并没有弹道导弹生产能力 波罗·涅兹M是使用中国制造的M20固体弹道导弹 进行了升级以后的改装版本 射程是280公里 M20又称东风12 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九研究院专门设计出口的 出口型号叫M20 国内叫东风12 它在2011年第10届国际防务展览会上首次亮相 该款导弹于17年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测 波罗·涅兹M综合体正是以波罗·涅兹M综合体的正式展出 所以这次白俄罗斯方面公开的波罗·涅兹M综合体 就是弹道导弹系统 使用的就是东风12的导弹的弹体 根据白俄罗斯方面的说法 这款导弹在飞行中可以机动 在最后飞行阶段进行拉升 而且利用GPS以及中国方面的制导 进行惯性制导也可以 该导弹精度达到30米 另外也有一种说法 出口型号精度只有50米 俄罗斯的伊斯卡安德尔异形和东风12是类似的 所以这个M20的出口型号 因为受到出口限制 它不能超过300公里 弹头不能超过500公斤 所以这都是有出口限制的 所以它达到280公里 这是中国出口的东风12 弹体长是7.8米 弹径是0.75米 重是4吨 公开的数据显示 射程是100到280公里 实际射程超过300公里 但出口型M20不允许超过300公里 增程版本 中国使用的增程版本可以达到420公里 使用惯性和全球定位复合制导 该导弹最大特点就是发射准备时间非常短 从准备到发射只需要12分钟 中国还在研发 基于火箭炮系统的新型短程弹导弹 其中包括射程为200公里的卫尸2 射程200到280公里之间的卫尸3 中国军方现在没有装备这些火箭炮 美国下属的航空航天情报中心 发布的2013弹道导弹巡航导弹 威胁评估报告 指出中国正在研发6款 射程在150到280公里之间的新型短程弹导弹 包括东风15 东风11 以及M2 因为和俄罗斯的伊斯坦德尔导弹相似 美国方面认为中国的这款东风12可以对抗 爱国者3 爱国者2 爱国者3是让台湾有装备 台湾主要是在市区 保护市区的主要的军事目标 另外台湾自主研制的天宫二型战区防空系统 也是类似 实际上东风12都能够突破 而且东风12M2导弹精度非常高 可以依靠惯性以及全球定位系统进行复合制导 特别是依靠中国的北斗卫星制导 这枚弹是携带一枚880 腰臂弹头 可以携带极数弹头 高爆破片弹头 沁撤弹头 高爆燃烧弹头 每辆移动的发射车可以携带两枚导弹 台防部和美国国防部都认为 中国大陆目前有1600枚导弹瞄准台湾 东风11短程弹道弹 东风15 东风16中程弹道弹 以及东风12目前也是中国对台海方向 几款主要的针对台湾部署的弹道弹 除了在白鲁斯方向出口中国的东风系列导弹 中国的舰载机最新型的舰载预警机 空警600原型机 也正在开始试飞 那很有可能会登上中国的第三艘航空母舰 福建号 福建号将拥有中国的舰载机 今天的美国媒体也分析 说新平和拜登正在试图建立一种机制 来防止两国之间出现尖锐的军事政治冲突 恢复于美国在政治和行动方面的军事对话 以减少芬太尼生产的流通 阻止将人工智能引入武器系统 协调贸易经济关系相关政策 然而今天已经很清楚 这个概念不太可能奏效 主要原因是双方在解决台湾问题上 缺乏信任和相互的理解 美国不愿意改变虚伪的做法 一方面承认一个中国政策 另一方面通过提供武器和准官方化活动 为台独提供实际的援助 主要指标就是岛内所谓的大选结果 以及选举前后各方反应 从外部来看 这次会议的结果是习近平占据上风 他对美国国内政策的攻击表现出强硬态度 并捍卫了解决贸易经济关系领域 地区全球问题的理性方法 拜登的情绪爆发是在会后 针对中国领导人的严厉批评 这是全球外交历史上不可接受的先例 中方最重要的是在亚太地区 乃至全世界展现出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以及美元在世界上地位 因此从表面上看 无论是APEC峰会框架内还是双边的关系中 美方的主要的主角都是财政部部长 耶伦 11月15号 欣平和拜登在旧金山菲洛里庄园举行了首脑会晤 同时应邀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领导人非政治会议 欣平在与拜登会晤时强调 中美要有效管控分歧 双方要了解彼此的原则底线 不折腾 不挑适 不越界 多沟通 多对话 多商量 冷静处理分歧和意外 所以说实际上这一次峰会 中国是奔着经济去的 而美国拜登是在政治上 军事上 包括台湾比上要显示强硬 实际上在欣平去旧金山之前 我就说过 像中国方面和美国方面各取所需 拜登要为2024年大选 他要获得支持 而且要展现 在国际媒体上展现 向美国民众展现自己的实力 对吧 习近平来找我了 而且我这个态度也非常强硬 但实际上中国 你可以看中国对美国的影响 你可以看到拜登 等于是调动了整个的政府的高官 去请习近平 他就担心习近平不来 也说明了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力 也说明中国实际上真正的崛起了 美国不可能忽视中国了 中国不再是过去那个国家 所以从这一点上看 美国打台湾牌 也并不能影响中国 最后美国打出台湾牌 中国就武统就结束了 所以我说 美国对台军售不会有什么心意 同样的中国也会加大自己的军事力量 包括中国的第三艘航空母舰 很快将入列解放军 而且中国的航空母舰 未来不光要在亚太地区 中国的航空母舰 未来也要进入中东 甚至在欧洲方向 地中海方向 中国都会有部署 也包括现在的中国在阿曼方向 中国也要建立 中国的海外军事基地 那从这个白俄罗斯 他装备中国的弹导弹 也可以看到 实际上你看中国在 北约的正面 中国也在加强 和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 我觉得也是在警告美国 就你在台湾方向 你对台军售 虽然你对台军售 但是很多武器 是吧 收了钱 你没交给台湾人 说白了 你就想坑一坑台湾人 咱们两个心知肚明就好了 让台湾当那个烟大头 但是 我要说但是 你有些东西 你要实际交给台湾人的话 我也可以把武器交给 白俄罗斯交给俄罗斯 这就对美国一种警告 台湾人也要记住 美国为什么不把武器交给你 为什么 因为他也要看中国的脸色 他敢把武器交给台湾人 中国就敢把武器交给 美国的反对派 交给美国 包括欧洲 中东 这些反美力量 那你美国怎么办 所以实际上这就是一种交易 而台湾成那个冤纳头 不但把钱交了 是不是 每天还天天反中反共 美国 美国根本不理你 美国和中国私下是有协议的 中国现在向白俄罗斯 提供这种 只有280公里的 这种短程弹导弹 也是在警告美国 未来中国的航空母舰 未来进入中东地区 我觉得也是对美国 在中东 包括印度 在整个印度洋 它的势力的平衡 就美国不有印太战略吗 中国当然也有自己的印度 印度洋 太平洋的战略 中国也有自己的 所以我觉得在阿曼建立海军基地 就是中国的印太战略 一个巴以散 一个阿曼 自己可以看 一左一右 两个门神 对吧 把整个波斯湾 我中国就牢牢卡 那配合着一带路呢 中国未来在阿富汗 伊朗 也包括巴以散 中巴 都会有各种 中国的这个大的项目 要进入中东地区 所以可以看 实际上中国的印太战略 已经开始了 就中国的印太战略 印度实际上 它和美国合作 要把中国挤出印度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中国在阿曼 已经建立军事基地 你印度可以吗 你印度有本事 你到东亚来建军事基地 他没有那个能力 到南海建军事基地 他也没有那个能力 所以我现在说 实际上就中国在各个方面 在什么 在扩大自己的影响 你这一次实际上 习近平到旧金山 就待三天 就待三天 习近平现在已经准备 开始往回走了 准备结束对美国的访问了 那下一步 中国将扩大和金砖国家 以及上海合作组织 相关的会议 也就是扩大和一带陆国家 欧亚大陆国家的合作 也包括和俄罗斯 和白俄罗斯的合作 这是美国非常紧张的 因为美国大家知道 它是海洋型国家 它只有一条腿 就是那个海洋 它没有陆地 而中国是有陆地连接欧亚大陆的 美国 它如果失去了海上的霸权 又没有陆上霸权 它这个整个的国土 又不能和欧亚大陆相见 它不能和世界最大的 这个能源储存中心 能源基地 也是中东 中亚 这个方向进行联合 特别讹了 那么实际上 美国和中国比较起来 美国只有一条腿蹦的 未来空中力量 海上力量 中国超过美国 美国还有霸权吗 没有了 没有了军事霸权 美元谁还要 美元谁还要 这就是底层逻辑 中国未来的发展 是要超过美国的 马斯克也讲了 中国未来的经济总量 是美国的两倍到三倍 只是时间问题了 而且我个人判断要加速的 因为美元汇率的问题 这个美国和中国实力增长 它是有一个临界点 这个临界点一过 美元的汇率就没有现在那么高了 美元的汇率绝对不能有现在那么高 汇率这种东西 你可以想象贬值10% 20% 中美经济总量 马上就颠倒了 所以是非常恐怖的 汇率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这个临界点一过 你记住美元的汇率就崩了 美元就没有现在那么值钱了 美国在全世界它可以搞 搞战争 再收割 但拿中国没有办法 它可以收割别人 但拿中国没有办法 中国的军事基地 中国的航空母舰 中国的弹道导弹 美国怎么收割中国 怎么收割欧亚大陆 所以中国也在做着自己的准备 自己的安排 美国已经走向了衰落 美国说继续向对台军售 继续向台湾军售 那就是军售嘛 对吧 那既然你选择了和中国的对抗 中国也做好了准备 我觉得中国人民也做好了准备 武统台湾没有别的办法 对吧 你既然打出台湾牌 我们就武统台湾 我们中国人民 不惹事 也不闹事 但是不怕事